日美防障通電話確認兩國的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島 日本防衛相岸信夫和美國處理國防部長米勒通電話大約半個小時 日本防衛省說,兩個人同意規定美國對日本有防衛義務的日美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島 即是日本所說的尖閣豬島 岸信夫表明關注中國在東海和南海擴大軍事影響力 反對單方面強行改變現狀 兩個人亦關注北韓上個月舉行閱兵 公開疑似新型洲製彈道導彈 同意合作調查北韓 涉嫌為逃避聯合國制裁在海上偷雲物資